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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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也不是办法 夫妻两人中商量呢 学子像中了魔 说听到少爷脚步声 学子刚跑出去 少爷就来了 正如学子说的那样 学子在祈祷什么 很虔诚 看到少爷又马上跑走 像只青鹤一样轻盈 祈祷什么呢 顺其问 我怕上天惩罚 如果要罚 请上天罚我 永远也看不到心爱的人 顺其严肃认真地告诉学子 那年我生病没法上学 你天天跑到这里为我祈祷 后来我的病好了 你很开心地跑出去说祈祷灵验了 从那时起 我就决定为这只青鹤造一个家 对不起少爷 我是个乡下人 睡觉打呼噜 说梦话 还偷吃零食 还有 我任性 脑子很笨 一无是处 顺其笑着说 是嘛 这些我都喜欢 学子再也无法掩饰 他是深爱着顺其的 虽身为原田家的长子 但为了学子 我愿意放弃财产 我希望 将来能跟学子一起同甘共苦 一起生活 我知道 这必定困难重重 但我义无反顾 绝不会放弃 顺其读书会读了自己的心情 这是他最真实的内心 集园虽是伐木工人 但工作勤奋 生活充实 大谷是个老师 跟学生们一起 虽然吵吵闹闹 但大谷深深爱着这份工作 我除了读华丽的文章 什么都不会 这样的生活 要如何感受文学 感受人生 说着 顺其颇感孤独 大谷鼓励说 顺其心不必感到孤独 大家了解你的心情 顺其做了决定 回京都后去做家庭教师 不再依赖家里 已经和学子商量过了 又有人被中兵 外面敲锣打鼓 甚是热闹 大家远远看着 心里都有一次压迫感 因为我的事 爸爸护理长的职位也被拿掉了 妈妈每天叹气 家里冷记得很 可我什么都不想 只一心一意等你回来 读着学子的信 顺其心里有些焦躁 只想早点毕业回家 梅宝子突然来访 也没提前打个招呼 听到有人上楼 梅宝子慌忙说东西摘眼镜 少爷 您看过信就明白了 梅宝子说 趁顺其看信的功夫 梅宝子挪开貂皮大衣 他给顺其带了好些吃的 顺其并不领情 读完信转身就走 回家 梅宝子一脚踩碎眼镜 气到颤抖 妈妈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让学子忘了少爷 嫁到外地去 学子想写封离别信 妈妈不准 说不要节外生枝 管家来通知学子明天走 我以前说漏嘴 少爷回来了 夜 可外地静 林间百寿安鲜 连虫子都不叫了 学子十字不多 一笔一画地写 少爷 请你忘记我 我要到远方去了 不管我到哪里 都会一直为你祈祷 少爷 再见了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学子亲手亲脚 偷偷来送离别信 信一落到窗格上 屋里没有动静 少爷会看到信吗 学子这样想着 最后朝少爷的房间看了一眼 瞬即好像听到什么 推开窗发现没什么 又关了窗户 第二天是个情好的日子 鸟语花香 学子一下了决心 远嫁别处 偏偏此时 那个熟悉的脚步声又传来 学子张开双臂 向心爱的男人跑去 我们结婚吧 一起到外面生活 好吗 就这样 瞬即和学子离开家乡 来到一个位于海边沙丘的小镇 开始了新生活 瞬即找了一份搬货的工作 累是累了点 但对新生活的热情丝毫不减 学子心里愧疚不已 都是因为自己 瞬即才这样吃苦 瞬即说 瞬即什么也没说 瞬即是个行动牌 把每一天都当成新婚日 永远不变 两人如此约定 瞬即的朋友们来了 学子很紧张 不知道如何是好 别叫我少爷 人家会笑话的 瞬即说 被叫原田太太 学子很不适应 羞的躲到瞬即背后去 朋友们都送了新婚礼物 吃的食的用的各种 瞬即和学子一一收下 脸上的笑就没停过 自从学子离开 村民的嘴也没停过 说学子是魔鬼 是学子妈妈和山里的狐狸 送出来的东西 某日大雨 瞬即外出拉货尚未回家 学子冒雨送散 跑得飞快 车子陷进水沟 货物淋了雨 有千几种 学子吃脚推车 两个人都被淋虫落汤鸡 拉货赚的少 瞬即不干了 现在跟集园去山上伐木 瞬即干得很吃力 木头摇摇晃晃随时要掉下来 瞬即做的都是体力货 回家倒头就睡 听说瞬即倒在学子大腿上睡觉 旅馆太太吃了一惊 差点一口气背过去 转眼到了冬天 外面大雪飘飞 瞬即整着学子睡着了 梦里都能听到学子唱的摇篮曲 山本和田中被中兵了 消息来得很突然 战中的气氛席卷全国 是个人都躲不掉 旅馆老伯推脚不便 也要参加防空演习 人人都要为国家做贡献 怕什么来什么 瞬即的中兆书还是寄来了 水桶光当几声滚下来 学子整个人呆住 大谷偷偷去了一趟瞬即家 希望能说动瞬即父亲 原谅这两位相爱的年轻人 原田老爷沉住气说 可以 但有一个条件 瞬即走后 把学子送到我这里来 被大谷拒绝后 原田老爷震怒 让大谷滚蛋 原田老爷子是封建机器 没有人的感情 简直不是人 学子打断说 请别说了 老爷毕竟是瞬即君的父亲 瞬即要走了 旅馆老爷子和太太都来送 旅馆太太的丈夫也死在战场 他深知在国家面前 每个人都很渺小 为瞬即践行 学子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唱了伐木歌 歌声轻柔悠扬 又穿透一切的力量 家乡的那棵树啊 请为我的爱人祈福 里间的白鸟听见了 也为我的爱人歌唱吧 已经是深夜了 原田老爷子还没睡 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始终没等来儿子 宋别本应在家里举行 老爷子背下许多东西 一样也没用上 笨蛋 笨蛋 老爷子自言自语念叨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人 都要在心里加上一对翅膀 不管我们离得多远 都能够随时见面 瞬即饱含深情地说 你放心 我是个简单的人 请不用担心我 说着 学子泪如雨下 心里有万分不舍 你要回来 一定要回来 瞬即所在的小队遭遇埋伏 机枪声 哒哒哒哒哒的响 不停 刚趴下 又听到轰炸机的声音 指得又跑 每天下午三点 是瞬即和学子 约好的约会时间 战友们都知道 三点了 快去吧 欧巴桑说 天蓝蓝 百音夺夺 学子的歌声 比百灵鸟更动听 同一时刻 万里之外的丛林里 也传来一样的歌声 瞬即站了笔直 妄想蓝天 路过的风 飘过的云 请你带上我的思念 送给远方的爱人 自从瞬即走后 学子就拼命工作 本就瘦小的身体 看上去更加憔悴 大谷建议学子回父母身边 身体也好得到休息 学子说 我不会走 我的丈夫在前线打仗 她比我更辛苦 瞬即军 我最近去钢厂工作了 拉钢条的全是女性 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昨天中午休息时 突然有人问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幸福 共同说 战中一胜利就幸福了 可是另一个人说 我爸爸断了一条腿 怎么会幸福呢 大家一直争论 没有答案 瞬即正读着信 有敌人摸上来 洞口被机枪扫射 战友死了大半 战中一天天吃紧 学子做起了进山伐木的工作 大谷接到阵王通知 山本和田中都死了 学子哭着跑回家 发现那对相思鸟也死了 短短三天后 大谷也被中兵 瞬即军 你很久没有来信 约定的时间也没听到你的歌声 你怎么了 还好吗 没了瞬即的消息后 学子更加拼命工作 医院去护士就去医院 别的护士不敢照顾的病人 学子都揽下来 旅馆太太说 让人担心啊 那孩子半夜咳嗽的厉害 真是心疼 持续高强度的工作 终于让学子累倒 咳嗽咳出鲜血 红的人头晕 许久未见了机员来找学子 说瞬即寄了信来 见过战中见过生死 他的想法变了 回来后 会回家结婚 跟别人 机员说 学子不信 要看信 机员百般推托 说信只能给老爷看 说完 机员匆匆跑走 跑得那样快 学子跪在沙地上 心里痛得不行 不管如何 有信就证明还活着 这就很好 学子唯一的遗憾是 准备的东西全都用不上了 旅官老伯拿了配给年轻人的鸡蛋来 嘱咐学子一定吃掉 哭归哭 身体是自己的 机员跟顺吉是最好的朋友 学子没理由不信 机员也很无奈 如果不按老爷说的做 就不能上山伐木 全家都得饿死 昭和21年 满长日痛苦的战中终于过去了 初中的士兵不断回到自己的家乡 可是一批又一批 独独不见顺吉 两年不见 一切都改变了 学子病倒 再无往日神色 大鼓童心 无以言说 旅官老伯感慨说 整个世界都变了 原田家那个老顽固都不会变 真是石头一块 下午三点 约好的唱伐木歌 顺吉在唱歌吗 顺吉还好吗 学子听不见顺吉的歌声 同一时刻 奶妈飞奔上山 老爷死了 原田家老爷死了 学子妈妈听了 痛哭流涕 这下好了 这下好了 我终于能去看学子了 奶妈也气不成声 就是啊 快去吧 快去看看学子 老爷没了 吉原没了顾虑 跟学子坦白醉过 学子流着眼泪说 我不怪你 你有你的难处 大姑要结婚了 特地来通知学子 大家都装得满面笑容 学子艰难伸出手祝贺 一定要生个可爱的宝宝啊 说吧 学子将自己准备的婴儿用品 全部送出去 他用不着了 学子爸妈来了 哭了一路 眼泪都风干了 妈妈看到学子 不知道怎么疼 忙说 我带了很多吃的 马上给你准备 从遥远的海边走来一个人 步伐稳重 神色刚毅 瞬即 瞬即回来了 是瞬即 瞬即回来了 天音着 风声呼啸 瞬即回来了 平安回来了 瞬即君 请快些走 请你快些 学子又流下眼泪 门开了 是瞬即的声音 屋子里安安静静的 静得能听见学子的呼吸声 学子弃弱尤思 已经有些恍惚了 总说回山里回山里 瞬即说 回山里 以瞬即妻子的名义回去 永远不再分开 学子断断续续的 像是说 从来没有奢求过能做瞬即的妻子 话没说完 学子闭上眼睛 永远闭上眼睛 我和学子的爱从生到死 没有人能够阻挡 我要让学子正大光明架到原田架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学子是瞬即名中言顺的妻子 既是婚礼也是葬礼 我的学子没死 他永远在我心里 瞬即抱着学子 一步一步从大门迈进了原田架 到了 学子 这是你的架 瞬即说 众人哭虫一片 无不深受感动 仪式开始 本是最开心的一刻 学子却再也看不到 妈妈端起酒杯 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 尾观群众也哭虫一团 都在擦眼泪 大姑止住眼泪说 学子 你是瞬即太太 从前是 现在是 以后是 永远是 瞬即跟村民说了三年来的一切 重庆一切关于学子的谣言 瞬即哽咽着说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希望大家尽情庆祝 老管家和奶妈早已泣不成声 本是大喜的日子 本来是大喜的日子啊 学子将会埋葬在原田家墓地 明天下葬 旅馆老伯给学子爸妈倒酒 不停念叨 学子是多好的孩子 以后见不到了 以后见不到了 正说着 奶妈慌慌张张跑来 少爷不见了 学子太太也不见了 瞬即抱着学子去了后山 《月光明亮》 《冷季清透》 瞬即再次唱起那首伐木歌 《磕声悠扬》 《飘尽离间》 《百兽出山》 《百鸟齐鸣》 《乌虎哀仔》 《乌虎哀仔》 《人间之悲》 尾巴 这部1975年上映的影片 仍旧是《西河客戟》 《三浦有何》 《山口百惠》 《铁三角组合》 《西河客戟》 被公认为是日本电影史上 最著名的偶像电影导演 《极有小百合》 和《山口百惠》 在电影上的成功 都离不开《西河客戟》 尤其是两版改编自 《川端康重》的《一斗的舞女》 共是直接将其导演视野 推向顶峰 到了这部75年的绝唱 心绪是少了强势文本的支持 故事本身略逊于 其他几部《铁三角组合》作品 情绪满满 人物贫贫 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 有文学作品加持的影片 除电影外 人物角色还能通过文学作品本身来补充 这也是不得不说的客观原因 傅家公子爱上护理长的女儿 但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是一份非德关系 在傅家公子的保守老父亲眼中 门当户对是铁律 不容质疑 不容破坏 但在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儿子看来 门当户对是封建落后思想 是自由恋爱的桎梏 是糟粕 是落后 是应当抛弃的东西 到底什么是门当户对 这个词应该拆开来看 门当和户对 两者都是中国传统建筑上的概念 所谓门当 是中国传统建筑门口的 相对放置的一对石墩或石骨 在董研森级的封建朝代 只有官宦人家宅门才能安放报故事 普通百姓只能用无修饰的门枕石 门关一般用方形 也或者叫印章型 五官用报骨的石狮子 所谓户对 指的是门楣上 用来固定门框的砖雕或木雕 因为是双数 所以叫户对 同门当一样 户对的使用数量 也是有严格规定的 一品到五品六个 六品到七品四个 八品以下两个 普通人家也最多两个 可见门当和户对是儒家道的显性体现 本质是秩序 阿崇在《闲话闲说》中说 儒家的道 由远古的血缘秩序而来 本是朴素的优生规定 所以中国人分辨血缘秩序的称谓 非常详细 五福之外才可同婚 乱伦是大罪国 伦就是道 之后将血缘秩序 对应到政治秩序 所以父子对君臣 父子既不能乱 君臣也就不许乱了 符合这种道是为德 破坏这种秩序的就是非德 傅家公子的保守老父亲 守的就是这份秩序 这份秩序的来源 就是人类社会 为了精确确认财富和权力继承 而发明的婚姻制度 也就是上文说的 由朴素的优胜规定而来的血缘秩序 可见 傅家公子的保守老父亲 守秩序的目的 是为了财富和权力的继承 也就是说 家族是接力跑 一棒接一棒 下一棒要跑得更快更远更强 后背不能接了棒不跑 该散步了 这哪行这不扯淡吗 进一步说 在傅家公子的保守老父亲的世界中 人是家族的一部分 支撑家族的运行 依附于家族存在 换言之 人不是独立个体 高一政治课本中有句话 国家关系的决定因素是国家利益 这句话套用到传统家族制度依然适用 不仅家族与家族如此 家族与家族内的个人同样如此 家族后辈与长辈的关系 是直接利益相关的 大家都在一个共同认可的秩序下生活劳动 违反秩序代价相当大 因为长辈控制生产资料 有绝对的话语权 比如小孩子和妈妈吵架 妈妈不用辩论 只要不给饭吃就行 家族长辈也同样 被什么绑定 都没有被利益绑定牢固 一个小弟说 我是绝对不会出卖我老大的 这是明面上 实际的意思是 低于三百万 我是不会出卖我老大的 换言之 如果有个生意突然出现 很明显高于和原来绑定者的利益 这段关系就松动了 费晓通先生在江村经纪的第四章 第八小节 改革证的困难中说 考察的村子 共有16-25岁的女青年106名 80%以上 现在在村外的工厂 或在合作工厂工作 她们就是新的重工资的人 在第九章对亲属关系的影响中 作者说 现在重工资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优惠 因为她对家庭预算有直接的贡献 那些没有重年女儿的人家开始懊悔了 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逐渐起了变化 例如 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 因为下雨时 丈夫忘记给她送伞 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 这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这件小事 反映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 根据传统的观念 丈夫是不适合妻子的 至少在大庭广众之下 她不能这样做 此外 工资由工厂直接付给她 对未婚的女性而言 在将工资的大部分交给家长后 她容可以将她工资的一部分 按她自己的愿望去使用 比如买一些衣服 一个已婚妇女 则将她的收入的一部分 留作自己的积蓄 这种情况说明了 单个家庭不断从家的 复合群体中分化出来 到此 不管是她 或是她 在面临自由恋爱 不被家长认可的情况下 最好的办法 不是说服家长 而是经济独立 你跟爸妈说 你要追求梦想 做个歌手 爸妈指定反对 不要不切实际 不要做白人梦 但是 你跟爸妈说 你做了歌手 一个月赚一百万 爸妈脸色马上大变 有出息 不愧是我的孩子 毕竟 国家关系的决定因素 是国家利益嘛 不愧是他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